嘩 其實他第一次講這件事呢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95% 有朋友很聰明 立即換算了 你那些實問仔 計算都不止5% 那豈不是全人類 他就是想全人類 那沒有啦 聽回來很多又說這些是聯合國 以前為了減少這個過剩的人口而作出努力 你不控制他不行的嘛 但是這些沒有什麼科學根據的嘛 此其一者 其二者 即是政府怎麼會這麼壞才行呢 是為黎民百姓著想的嘛 我就在第一天開始 就已經將這個argument質疑到體無原夫的了 他基本上 你只要在最有勞動力的時候 貢獻到他退休的那些生活各樣呢 其實對他來說 他要倒貼你的 所以你計算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給你退休呢 是啊 是益你的 你看羅志剛已經知道了 跟你說65歲才是中年 有排你做的 那當然 香港很多人都還有兩個錢 即是可能有些投資美股各樣的嘛 我相信呢 即是過多半年 或者一年之後呢 那些人就會是當局最target的對象來的 那目前來說 當然就不要打草驚蛇先的啦 所以永遠你都有一個parameter 那個parameter就是呢 總有一回 他們要將這個人造人16、17號吸入體內 固本培圓 Anyway 延貴正轉 目前呢 講返這個BNO移民政策先啦 那之前呢 Skynews那邊 那個叫NLOG的物體 那這裡要給一個credit 這個叫做王世澤啦 因為我沒有check喔 我又去口中聽回來 就說呢 不怪得啦 英文這麼好 找不到東西做 我認識的那些全部找到東西做喔 他說那個人BC來的 原來 而Skynews 我就說咯 它沒有fact check的義務的嘛 就是作故事 所以我就怪咯 又不是英文不用得 還要10萬人就夠膽走過去 所以它一開始在這裏報導這單新聞的時候 我又見到那些套路這麼相似 一早就已經不信 Anyway啦 我們這些呢 第一時間質疑先的 屬於質疑派 你之後可以找數據各樣接服到我的 我就聽你說咯 我份人同線預留的 那目前來講呢 有一樣東西 就叫做旁班短缺 原因就因為過緊的 你的機組人員回來的時候呢 它要隔離成21日這麼多 那你現在都只有是靠那些貨機回來 不載人 然後走去載人過去 那但是這件事可以維持到多久呢 你航空公司都要計成本的嘛 那所以 除了強積金方面去難理之外呢 也在這方面增加了這麼多人的成本 所以就說咯 一開始 它那個visa出了的時候呢 你最好就快點走去申請 那當然啦 你有些遲幾個月的 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呢 據聞啊 哈 你沒有事沒有幹 很多啊 不需要一個月左右 那就批了的了 逐漸地增加了人手過去 那但是 夏年還有沒有班機 飛抵倫敦那些地方呢 就算轉機都好啊 哈 我是有所疑慮的 目前 這些叫什麼啊 傳門拒虎 後門進郎啊 所以那些呢 當你一見到它的政策 是會影響到平民百姓的時候 你還在溫水煮蛙 那就不好意思說一句啦 我盡了我責任啦 就是由此到終 我都是跟大家講 有疑慮的 怎樣都是先行離去 那和理哥那些就更加好啦 啊 就是整個互助群組都弄出來 做到多少 那就得多少咯 啦 言歸正傳啦 話說啊 這個共產教授 基本上呢 還有沒有人 哈 高度表揚他呀 孔凡毅那些 啊 我不知啦 你繼續相信專家啦 哈 這裡 共產教授袁國勇呀 啊 就提倡 倡議 好的不學啊 這些叫 他就說 你上班 上學 各樣呢 都需要加入全真教 那沒有 你那些 要人留在香港 各樣堅持的 那現在想怎樣呢 啊 你就不要上學咯 不要上班咯 不上班咯 啊 不上班咯 還可以的 不上學即是怎樣呢 9年強制性 現在12年 是不是啊 不上學 到時他告你的咯 這個大英文 我一直都想不通的 那就是他強制咯 沒有分別的咯 去到夏年聖誕呢 完全回復正常的說 都已經講了一整年了 怎樣呢 又信多次 大英帝國當局那些評論節目各樣呢 都有講到 這是一個平衡 原本就講好了 練到第二重天的時候 可以去酒吧玩 到處去的了 雖然我對這東西沒什麼嗜好的 有什麼好玩呢 吵枝巴閉 去一下寺廟 去一下教堂還好啦 但是那些年輕人 始終都是喜歡這些東西的 紙醉就金迷 所以呢 經常有一句叫做什麼 暖風吹得猶人醉 食把寒舟作便舟 有很多人想回復2019年那時候 原來已經是金玉其外敗水其中 將爛那些部分撤毀了 然後給你吃 你制呀 沒有回十年搞不了 所以BNO Visa的移民政策是非常之合理 給五年時間大家先行落地觀察 然後再看下香港會變成怎樣 萬一好轉各樣的時候 怎樣呀 人酒茶樑鎮英講那些 香港的身份就並不是呼之則內 揮之則去 喂 都是那句啦 你就起個申請的渠道出來 讓人家申請退出那個身份證各樣 但是你又不要做人那麼蛇鬼呀 人家既然申請得 你好給人家那個強積金各樣呀 是不是申請有得退回強積金先 有些都百幾萬的 那所以目前呢 根本上就完全 大家都知道和咪宮的威力的啦 而原創那隻 即是雜事原創 一早呀 現在都不知道剩下多少了 因為呢 美國呀 其他國家那些都說 現在佔大部分都是那隻和咪宮啦 那個人傳人的速度是非常之快 那另外 這個共產教授袁國勇呢 又說到說什麼呀 市民如果認為有口服的方式 而不需要加入全真教 是錯誤想法的說 因為呢 新那隻東西呀 口服那隻 就說什麼可以改變一些基因 影響過胎兒 還有增加你那些其他疾病那樣 還要是絕症 以價錢呢 也貴過本身那隻 所以 一句說話 現在的醫療體系呀 我就一般的了 靠自己好還好 另外 他好像留意到一些東西呀 他說近這兩年呀 自己呢 遭到一些網民在那裡嘲諷 就說聯繫到愛不愛國的說呀 他強調只是道出事實 是不是他的那些持守真相呀 共產教授就共產教授啦 講那麼多東西 而且 你原本原先那隻呀 就沒有剛才去講的問題嗎 他似乎就是將他那些全真教那堆東西呀 放在那隻東西裡 又是啦 A 還是B呢 其實是非A 非B 傻氣啦 他喜歡的自己 練多少從天沒有人問他呀 但是似乎他的責任 就是捉鬼你過去 那你現在不是呀 上班上學呀 抗及非政府機關呀 立法呀 那又就是說私人企業都中招呀 那你現在可以有些什麼辦法 聯署 反對他 立法會諮詢 又剛巧得那麼巧啦 叫人不要走那些 包括 包括 共產教授袁國勇 天空的南 Sky News 什麼持守真相各樣呀 會見到未來呀 哇 當年1950年呢 都是很多農民相信了這件事的 那所以呢 我就 不多說那麼多啦 之後歷史是會證明一切的嘛 什麼叫做每一句說話都不可以相信啦 所以 無論你是科技的支持者也好 又或者是伏記的支持者也好 你都是政府的支持者嘛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這麼興奮呀 走去支持伏記 跟著呢 啊 伏記可以 拈贏科技的時候就覺得自己贏了的咯 啊 不過 這裏又戴下頭盔先 因為很簡單 你始終呢 啊 40歲 樓上那些呀 我不是幾好作出評論 因為的而且確 這隻東西呢 是有效這樣 將40歲樓上 那堆case呀 啊 就降低了少少哦 似乎呢 將一些不知什麼物質 入了下去的身體的時候呀 怎樣都訓練到一些東西的 所以我們就說囉 如果你已經練到第二重天第三重天 你都未羽化升先 那似乎呢 這個世界呀 啊 都沒有什麼什麼病原體負載的東西 可以搞得碰各下 那但是 現在說的是一些非病原體 你如果有讀生物學你就知道呀 你有一些呢 是叫做非病原體的疾病的 啊 例如 個心那些呀 或者是那些血壓各樣呀 那加下別人質疑的 啊 就是這堆東西 影響到那些非病原體 導致的東西嘛 所以 我是用40歲 啊 做那個分界線的 尤其 我也都用地區 做那個分界線的 既然香港呢 是這麼嚴謹 我就不明白 那些年輕的 就是為途方便的時候 走過去 將自己的身體 交出 啊 那你就是想怎樣呢 天色以晚 沒辦法啦 話說鐵達尼號當日呀 鑽上邊 啊 都有很多人 盡忠職守 但是 至少 啊 沒有一個人啊 會叫你 留守 弄好這隻船的 如果有的話 哇 就真是那些 某些網台 SKYNEWS 天空的藍 共產教授 袁國勇 那不過 今時今日 可能他嫌呢 就是放下去那些 廣告費過多了 所以直接將那些 航空公司 shut down 那就算了 你說會不會呢 啊 我們拭目以待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